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肘子 赶在使命召唤同一天发售的天外事件 显然没打算靠第一人程射击要素来吸引人 因为它也根本不是FPS 但问题是它靠啥吸引人呢 画面放三年前也撑不上景严 设定吃亏在有无主之地在前 玩法似乎也并不觉得新鲜 名气又不如11月的各种霸权 平台至少PC端还是让Epic独占 哦不对 差点忘了还有个手续善良的温室商店 毕竟开发商黑钥匙刚喜提新爹微软 而黑钥匙这个名字才恰恰是这个游戏最吸引人的标签 黑钥匙这个标签代表着质量上乘的世界观 代表着生动有趣的伙伴 代表着对话选项选也选不完 代表着辐射创造者的至高光环 其实辐射带上的时候黑钥匙还没厂利 但它的骨干 包括创始人 也确实都参与了初代辐射的开发 比如这次天外世界项目的两个负责人 Tim Ken和Leonard Borjarski Tim是初代辐射的制作人 说是辐射之父也不为过 而Leonard也是早期辐射的核心骨干 之后在暴雪工作的十年中 主要是担任暗黑3的首席世界设计师 为暗黑世界书写故事 这样的两个人在聚首 为玩家带来一款像是辐射精神虚作的游戏 什么概念 就像是大厂东和小田剑再次携手推出死亡笔记续作 它就像是TFBOYCE又走到一起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就像是卢奔伟和孙亚龙重剧为大家带来S9解说 给阿姨倒一杯Cavaccino 所以有这样传奇的开发背景 什么画面啊设定啊玩法啊还重要吗 重要啊这又不是饭圈 游戏的设定就是如你所见的科幻废土 Leonard的最初的想法就是把辐射与科幻宁营火虫相结合 这个天外世界呢 其实是咱们现实世界的一条平行世界线 导致世界线偏离的事件呢 就是1901年美国总统威廉·麦吉莱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 而天外世界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无政府未来世界 其实这个由寡头企业们支配着的世界 跟无主之地的世界有些类似 但不同于专注战斗体验的无主之地 天外世界的这个世界会更丰满更立体 会有无数NPC任务和事件 来让你了解这个世界的运作极致和背景故事 在天外世界里 你虽然不是从避难所开始探险 但却依然是从休眠舱苏醒 你虽然没了服射里的VS 但你却可以发动子弹世界来射击敌人的不同部位 你虽然没了服射里的技能系统Special 但却多了个缺陷系统Flows 这个系统会根据你的行为和警力 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恐惧症 比如火焰伤害受的多了 就会有恐火症 被机器人干多了 就会有恐惧症 获得这些弱点的时候 只要游戏不是最高难度 那么你都可以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 接受弱点 会在获得这个永久debuff的同时 获得一个perk点 所以是有利有弊 据设计者说 本身设计这个弱点系统 是希望平衡游戏难度增强真实感 让英雄有弱点 但弱点还能提供好处 还可以选择是否接受 这真的能实现设计意图吗 现实里要是也能这样 我也愿意接受马云的弱点 来获得阿里的财富 另外这么辐射的游戏 怎么可能少了队友 天外世界里的队友身份背景复杂 会在你和别人对话的时候 跟你一起嬉笑弄骂 会在你做任务的时候 给你提供关键信息帮你一把 会在试玩演示中 突然让摄影师给自己来个特写 给观众带来景象 但唯独不会给你擦出挨的火花 怀念我的亚龙人女仆 至于摄影师突如其来的特写 其实是队友的战斗技能 是由玩家手动控制的 CD好了就可以用 所以玩的过程中 倒不会给你带来景象 但问题是 这种切屏特写式的技能演出 放在一个即时制的游戏里 还是第一人成 就显得很诡异 最关键的是 再好看的演出 就算是蔡徐坤的舞蹈 你让我重复看个几百遍 也没意思了 队友技能演出的声音 不连贯以及重复性 导致这个部分 可能很难作为战斗体验的加分点 而游戏的设计手感和动作体验 本身就不算是黑钥匙的强项 放在当下的设计游戏大潮中 就更拿不出事了 战斗体验不够好 对很多游戏 尤其是近期的很多游戏来说 都几乎是死罪一条 不用了别的 但唯独天外世界不一样 在试玩演示里 有一个刺杀工厂主管的任务 你当然可以选择正面强攻 一路刺客信条式暗杀进去 但你如果掌握了特定情报和开索技能 也可以从下车道直接潜入工厂内部 省去一堆麻烦 或者你还可以乔装成新员工 戴敖大百从正面走进去 只不过你得有信心面对一路上的各种盘问 见到刺杀目标后 你还可以选择当场翻睡 跟刺杀目标展开合作 甚至还可以做双面间谍 在很多游戏里 战斗是达成目的的唯一路径 甚至有时候战斗本身就是目的 更重复的任务只是为了让你继续战斗而找到理由而已 而天外世界里战斗只是选择之一 甚至Leonard在发售前还尝试看能不能不杀一人完成通关 开放世界游戏如人身孔给了你空间上的自由 沙盒游戏如正当防卫给了你行为上的自由 而天外世界给你的是选择上的自由 而这也恰恰是受龙与地下场影响这些欧美RPG的精髓 也是辐射系列的滑铁炉辐辐射76所最欠缺的 在复古的天外世界里D&D的影响随处可见 比如人物属性不只是影响战斗而影响你的一切行为 比如队友不是只会协同设计的工具人 而是像我们QR群里这几百万NPC一样 有着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身份背景 会生气会吐槽会开车的人 但这又有什么特殊的呢 劳滚 辐射和很多CRPG不都是这样吗 其实这本身真没什么特殊 天外世界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 也很难成为把这些方面都做到最好的 特殊的并不是天外世界 而是这个时代 你想想上一款让你沉浸的欧美RPG是什么呢 是劳滚5 辐射4 还是2077的预告片 就算是《神剑原罪2》 那也是两年多前的游戏了 2018年获得TGA最佳RPG提名的五个游戏里 DQ101 《二之果2》 《奇路旅人》和《猛汉王》都来自日本 欧美阵营只有黑钥匙的《永恒蜘蛛2》 这个看着跟独立游戏一样的独名 最终猛汉王获奖的时候 卡表也是一脸蒙笔 我啥时候做了个RPG啊 是我操成棍儿玩儿菜票了 还是我提不动大态导 如果让你提名五个今年的最佳RPG 该选谁呢 欧美作品又能选出几个呢 欧美RPG所面对的难题 也是需要玩家靠想象才能领略它的魅力 成枪蛇剑的海量对话 和跌宕起伏的之前故事 很多时候都只能用文字展现给你 如果想全用电影化的演出呈现出来 那成本就会像2077一样高出天际 所以天外世界不一定算特优秀的CRPG 它的战斗体验和弱点系统 都很有可能不尽人意 但它在当下此时此刻 却显得格外珍惜 毕竟《老果6》和《博德之门3》 还只有个标题 但换个假头看 虽然纯正的欧美RPG 已经是稀有物种 可RPG本身 却融进了无数海外和国产流行游戏的血液里 至少预避全家头 已经彻底沉浸在RPG的海洋里 不想障碍了 大家都喜欢 往自己的游戏里融入RPG元素 很多时候无非也就是觉得 装备和等级能很容易的 为玩家提供驱动力 延长游戏时间 换句话说 他们幻想着 哪怕我这游戏 剧情不显然 玩法不显然 只要还有等级可以省 只要还有装备可以捡 玩家就会像脑袋前面 吊着根胡萝卜的驴一样 继续推进下去 对这些游戏来说 RPG到底是什么呢 故法国设计师 做就得做最高档次的RPG 装备必须分级 颜色最少也得七八个三 什么材料库啊 稀有度啊 技能术啊 能给他全给他整成 主机没有商店 游戏里边有基地 基地里占一个英国管家 代假发特审视那种 玩家一进门 甭管有事没事 都得跟人家说 我快死会有丝 一口地道的良宁水洋钱 倍有面子 基地里再建一台老虎机 数值用CSGO的 装备光拦爪就得几十点抽 再建一个随机副本 24小时刷新 就是一个字 敢 打小怪 爆头都得老半天 周围的队友不是欧洲人 就是富二代 你要是拿一子武器 你都不好意思 跟人家打招呼 你说这样的游戏 一周末 你得打多少天 我觉得怎么着 也得两个礼拜吧 两个礼拜 那是序长 四个礼拜起 你还别先长 还有二周末 你得研究玩家的游戏心理 因为花了两周爆干的玩家 根本不在乎 再多干两周 什么叫硬核玩家 你知道吗 硬核玩家就是 玩什么游戏 都玩最干的 不玩最好的 所以我们做RPG的口号就是 不球最好 但球最干